国军弟兄手拿狐狸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双手曲肘将狐狸向上提拉至胸前 这个动作叫狐狸评举 特别搬到镜头前示范 是因为明年开始 他将被纳入国军建策项目 两分钟内以正确姿势完成次数为成绩 一方面也是为了强化持枪稳定度 但把狐狸运用在建策项目里面 的确很罕见 这一次的这个多元训向呢 它也有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跟我们这个民间的体势能的测验呢 能够接轨 根据来说 19到20岁男性官兵 两分钟内要坐45下才及格 女生则是31下 30到40岁男生40下 女生22下 而45岁前到59岁 则是男生22下 女生12下 但光用听的实在很难知道 难度到哪 如果只是10公斤的话 基本上45岁女生可能比较没办法 但男生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如果你有一定的运动习惯 这些重量其实很轻 但是如果你没有运动习惯的一般人 那这些重量你会觉得重以外 再来你动作会跑掉 难度不算太高 就怕动作一直跑掉 这回国军将科学化训练 导入建策项目 除了行之有年的福利挺身 仰卧其坐3000公尺之外 新增6项包括平板撑体 剑技师车翻跑 胡言平举 仰卧其坐 坐直体前弯 还有一个叫做抓背 抓背的时候通常就是你的手往后抓 可以摸到你的肩胛骨的位置 那用一只手也可以全摸到你的手 那基本上这就很吃个人的柔软度 壮的人胖的人 男生通常都比较难做 有别人过去多追踪 心肺耐力跟激励 柔软度被纳入建策要素 明年开始 不管你是太胖的还是太壮的 只要达不到的都要小心了 TVBS圈童谷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